次長,我要跟請教,現在1月20號,美國拜登總統即將要就職典禮 那麼我想請問目前我國組團祝賀目前的規劃是怎麼樣? 我跟委員說明,這個美國就職大典是有一個就職典禮的議員聯合委員會來辦理 那麼都是從來沒有邀過各國的代表 是由眾議員參議員的邀請,出邀請函 那麼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的就職大典 中間還有一個時段就是1月6號要確定選舉人團投票的結果 確定完以後1月20號才會進行 那麼我們現在密集的跟美方去聯繫 所以你認為我們現在還是有可能會出團嗎? 我們現在密集的跟美方在聯繫 這個答案就是有可能或沒可能,還有沒有可能呢? 當然是有可能 還有可能出團? 這個在1月6號以前以後都有可能 但是現在跟委員報告,他的規模縮小 我只是說從國內 從國內出團到那邊去,還有可能 他的規模已經縮小到希望參眾議員帶他一個家人去參加 這是美國這一次的就職大典的一個規模 這個我們也知道,所以你現在還說還有可能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報告別人,什麼事我想我們都積極在爭取,謝謝 所以你還是認為有可能,好,我現在是要講說,如果有可能 當然還是要去,然後我們這邊也是很願意來前往 甚至我們這邊已經有消息說,我個人這邊也很願意來前往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們都要爭取 但是如果沒有機會前去的話,我們的蕭美琴代表現在人就在華府 他有沒有把握一定能夠出席? 報告委員,我們還在積極地辦理這個事情 就他一個人,蕭代表在華府都在離他辦公室走路都可以不會太遠的地方 他都不確定能夠出席嗎?我們台美關係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連蕭代表人在華府都不見得能夠出席呢? 我想這一次的就職大典,可能跟以往的就職大典有所不同 這點先跟委員說 當然有所不同,就算今天一個參眾議員只有兩張票 全部大概有一千人在那個地方參加 這一千個裡面,我們連一張票都沒有嗎? 都不可能,都沒有這個可能性嗎? 我請我們北美市同仁來應答一下 盡快回答,時間有限 報告委員,這陳榮田次長所說明的 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 他已經縮小規模到跟美國的國情資文一樣 所以大概人數不會太多 那田次長之所以說我們還在盡量爭取當中 是因為現在我們還沒有真正去 這個要到所有的票可以去參加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在積極的爭取當中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只會更強大